作词 李宗盛 是男儿这一片天 曾经在漫天的星光下 做梦的少年 不知道天多高 不知道海多远 却发誓要带着你远走 到海角天边 无负责任的事业 年少轻狂的我 在黑暗中迷失才发现自己的脆弱 看着你空红的眼睛 向着远离的家门 满天的星星请为我点盏 希望的灯火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 找到来世的路 星星点灯 照亮我的全程 用一点光 温暖孩子的心 星星点灯 又是一首 郑志华老师 非常令人怀念 到现在 依旧很火红的歌 它真的很温暖 旋律 很容易朗朗上口 是一首超级的好歌 很荣幸呢 在最近的这几年 我跟郑志华老师 有过几面之远 我发现 它不但是创作才华洋溢 它更是一位 上之天文 下之地理 简直就是要用奇才来形容它 它的画作 超级有格调 非常的与众不同 它会做非常手工精致的 日本的漆器 它为很多国家的语言 而且讲得非常的流利 真的令我非常非常的敬佩 跟赞叹 很高兴再度推荐 它的好歌给大家听 那这个歌词呢 它是描述 一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年少轻狂的人 他以为社会 人间 都在他的掌握之下 发下了好语 要带他的女人 去远走海角田边 后来才发现 世间不是那么的简单 这时我想到了 我在演艺圈 一对要好的朋友 在几十年前呢 秀场非常风行的那个时代 故事中的男主角 意气风发 因为秀场赚钱很容易 而他历任的女朋友 不是多金 就是美丽 身材曼妙 所以呢 一直跟在他身边 有一个少女 永远都是仰望着他 非常体贴着他 但是 他从来没有珍惜过 我才在他的心里 可能认为 他可以找到更好的 我们身边这些 演艺圈的朋友 看了都觉得 替这个女孩子 很抱不平 因为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好的女孩子 直到有一天 这个女人受不了了 终于决定跟他分手 开始跟别的男人约会 这个时候 男主角才发现 回头一看 竟然默默守护他多年的这个女孩子 才是他值得 携手一身 白头偕老的人 可是怎么办 他已经跟别的男人开始约会了 所以 他就用了一个 在演艺圈 从来没有过的 空前的好方法 那就是 在上电视节目的时候 公开的 对着全国的观众 向他的女朋友 忏悔道歉 诉说着他是多么爱他 一定会请全力 用他的真心 再度把女朋友追回来 果然 最后 他们在大家的祝福下 结成了夫妻 这转眼 也过了几十年 他们的孩子都长大了 而且都受很好的教育 我沿路看着这对夫妻 虽然我们没有常常联络 但是知道彼此都是很祝福对方 我觉得这首歌啊 真的是很像他们的人生写照 我不知道 正在看着这段影片的你 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或者 你正在经验这样的情感过程 请一定要记得 要珍惜 你身边值得珍惜的人 所以这句话 我想要送给你 叫做 活出每一个片刻 而非带着美梦与理想 活出每一个片刻 而非带着美梦与理想 祝福你 情感顺利 星星天灯 照亮我的家门 让迷失的孩子 找到来世的路 星星天灯 照亮我的前程 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孜星星天灯 星星天灯 感谢观看